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因为疫苗推出之后 很多问题大家都想弄清楚 所以我做了这两集的关于新冠肺炎疫苗Q&A 所有大家最想知道关于疫苗的问题 都会在这里解释 第一个问题大家常常会问的就是 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不高得那么浇关 疫苗又说有风险 好像不值得这样做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但我想提醒大家 要记得 死亡不是新冠肺炎唯一的结果 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引起一大堆很麻烦的问题 很长远的问题 其实越来越多专家觉得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在人体里面可以引起很多的血管发炎 大家都知道 血管发炎的时候 血管会失去没有血道的重要器官 全新的器官都是有血液供应的 所以血管发炎可以影响很多 比如说最常见就是引起中风 引起心脏病 另外会影响小孩的就是 穿旗症类似的血管发炎 穿旗症大概等于小童版的心脏病 这样的意思 就算不会死人 它引起的问题都相当长远 可能永久相残 可能需要长期要人照顾 这个后果也非常严重 更加不要说其他一般的 例如说肺炎不厉害的话 肺会纤维化 之后长期都会气喘 很难医治 另外有些人好后 有些长远的病症 例如常常累 常常头痛 常常气速 都会很影响生活质素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疫苗 我们现在的数据看下 相对应该是安全 不是说它没有风险 没有人没有风险 不过就是相对我刚才说的问题 似乎这一刻来说 打疫苗是比较划算 第二个问题 很多人觉得 疫苗还是别搞我了 我靠自己的抵抗力去对付病毒 就最天然最有效了 大家虽然知道我们身体有免疫系统保护我们 但是免疫系统是有所限制的 这个免疫系统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就是后天免疫系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说身体是需要曾经面对过这种病毒 这种菌 接着就开始制造一些抗体 例如叫Mangry T-cell 其他的白血球 就有记忆地记住病毒的样子 下次它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效地对付它 但是如果从来都没有遇到病毒的话 这个后天免疫系统的效果就不是那么理想 未必足以保护我们 举个例子 大家知不知道比如美洲 印第安人今天这么小的原因是什么呢? 欧洲殖民者在几百年前去到美洲的时候 当然他们也是非常残忍 屠杀了很多印第安人 但是屠杀的印第安人数目 远远就及不上欧洲人带去美洲的各种传染病 这些包括天花、流感、麻疹等 这些病在欧洲已经存在很久 欧洲人本身有部分也有抗体有抵抗力 但是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估计美洲的印第安人 可能九成的人口都是因为感染 这些他从来未遇到的病症 接着就死亡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免疫系统虽然是好 但是是有限制的 大家也不要忘记 很多病我们都是靠疫苗去消灭的 比如说天花就是靠疫苗去消灭 以及一部分的小异麻痹 亦都是因为疫苗才可以大大减低发生的机会 新冠状病毒这种病毒 因为是一种RNA病毒 RNA病毒就经常会变种 它不断地变种的话 刚刚在英国那里又传出有一个新的变种 会不会令到疫苗无效呢 这个问题大家经常都会问 当然RNA病毒本身的特质 就因为它复制的过程里面 经常都错漏百出 所以很多时候它就有变种的倾向 但是大家要知道 它这种变种就比较相对轻微 例如相对流感病毒这样计算 流感病毒可能每一年都有很大的转变 你打了今年的流感针 下一年就已经没有效 要打下一年的流感针才有效 那些是比较重大的转变 再举一个例子 另外一种RNA病毒 譬如是麻疹的病毒 麻疹的疫苗 它最初推出的时候应该是1960多年 但是麻疹的疫苗 到今天仍然有效 你说这个麻疹的病毒 这么多年有没有变种呢? 因为它是RNA病毒 其实是有变种的 但是它一直变的过程里面 就是它都未到一个地步 那个样子可以改变到 完全那些疫苗没有效 不能够对付它 所以虽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RNA病毒是会有变种的倾向 要非常小心 但是也不用过度担心 不过万一 万一它真的有很大的变种 尤其是它的变种 影响它制造S蛋白的基因 S蛋白的样子都变成了 所以就有机会令到我们的疫苗 失去效用 但是不要紧 大家记得 尤其是现在新发展的 这些mRNA的疫苗 基本上它连病毒本身 都不需要得到 就已经可以制造了 它只要知道变种的地方 那个基因变了些什么 它知道那个序列是怎样的 只是凭这个序列 它就可以立刻做一个合适的疫苗 专是对付这个新的S蛋白 然后很短时间之后 就大量去制造 它这个大量制造的能力 非常得人害怕的 几KG的这些mRNA 就是说Mondana 或者Pfizer 这些mRNA 就已经差不多可以 就跟全人类去注射了 这个新科技 如果这个疫苗真的很安全 又有效的话 绝对是一个大突破 好 接着那个问题 就是说孕婦 在喂人奶的女性 和小孩子 应不应该打这个新冠状病毒疫苗 这方面的资料应该是比较少的 就因为so far 疫苗的研究 包括小孩子或者孕婦 喂人奶的女性 的人数相当之少 所以数据欠逢 其实现在比较难说 不过 Pfizer的药厂的疫苗 现在已经在12岁以上的小孩子 开始做研究了 Mondana Mondana 都已经开始计划 下一步 就会去做一些小孩子的研究 所以迟些会有数据 孕婦方面 现在做的研究 或者做了的研究 都是排除了孕婦的 因为大家不知道 风险 通常都不会没有这些危险的 但是呢 就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很难完全排除孕婦 可能有些人 就打完才知道 法国有怀孕 其实呢 研究里面 都有特别的机制 会特别去跟进 这些打了针之后 怀孕的人 去看一看 他打了针之后 会不会怀孕期间有问题 胎儿有没有问题 甚至BB出生之后 有没有其他问题 当然这些要需要一段时间 才知道他的安全性 那么他暂时 美国出了的指引 就是这个Visor的指引 因为也有些人觉得 其实如果人妇 真的有COVID-19的话 病情可能会严重 而理论上 应该Visor这类的疫苗 它里面的MRNA 照理就应该影响 BB的机会不是太高 所以他现在的指引的意思就是 因为数据欠缝 就可以以个别的情况来决定 就是说 等医生和怀孕的女性去谈一谈 等他明白了风险和好处 如果那个人同意 是可以打这个意思的 但是如果大家都是担心的话 其实有另一个方法 另一个方法就是 让人妇的家人 大家都去打了疫苗 尤其是要打疫苗 就要确定那些疫苗 就不单止预防有病征的COVID-19 你没有病征的传染都可以预防到 比如口津疫苗 这些就适合了 全家都打了疫苗 孕妇就算没有打疫苗的话 他都会受到保护了 有人问打完疫苗之后 是否立刻可以不戴口罩呢 其实就看看你是一个什么人 因为如果你打疫苗 好像现在这些新的疫苗 如果说90%多都有效的话 有效的意思就是指90%多可以预防 有病征的COVID-19 就是说有咳、发烧等 那些病征可以预防到 还有差不多100%可以预防一些严重的 那就是说你打了之后 其实你真的感染到新冠状病毒 而有病征或者严重 基本上的机会都低了 你可能都会受感染 但是你自己是没事的 那你就带着病毒 没有病征 但是就传给其他人 那牛津疫苗 它是有一定程度的保护的 就算没有病征那边 但是Mondana和Visor 我们就不太清楚 那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顾自己 很自私的 那你打完针之后 你感染真的要入院 严重的机会相当之低 那你说其他人 或者去死吧 那你就真的可以不戴口罩 但是如果你说 做了一个负责任的人 那因为你还有机会感染到 带着病毒 传给其他人 那为了保障你身边的人 保障你的家人 朋友 那你继续戴口罩 直到整个社会 可以有了这个Herd Immunity 有了群仔免疫之后 才放松 那当然是最好的做法 今次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之前已经感染过COVID-19 已经感染过新冠状病毒的话 那你应不应该再打疫苗呢 暂时呢 在美国方面的指引 都是建议你打的 那你说 那用不需要 验了血 看看有没有抗体 才打呢 那现在的指引 似乎都是不需要的 那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 不肯定天然感染的COVID-19 之后的免疫系统 能够保护你多久 那所以呢 就现在呢 都觉得呢 就不理它怎么样了 就是为了make sure 是很肯定的 你有一个 reasonable 有个合理的保护呢 你有没有感染过呢 都建议打的 还有呢 有个现象 大家要知道呢 其实有些时候呢 就某些疫苗呢 打了疫苗之后 那个保护的时间啊 那个能力呢 更高过你天然感染的 比如说 好像那个HPV 就是那个子中颈癌 那类的针呢 就保护呢 更好过天然感染的 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苗 有没有什么现象 我们不知道 不过呢 起码呢 就是如果你是不是都打了的话呢 都应该呢 就有一段时间呢 你就很肯定呢 受到保护了 你看一下 它没有注意 你会有什么事